我们过去两年的抗疫 确实是有成绩的 咱们暂且 暂且把美国的 他的生命 他的这个死疑 新冠疫情的数量乘以四 因为人口是他四倍嘛 假设过去两年有四百万 过早去世的中老年人 每个人丧失了十年的寿命 那平均到14亿人 这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十天 这是过去两年的 我们抗疫的伟大胜利 我们为我们的平均的 每一个百姓 平均寿命延长了十天 我们又算了一下 百分之一的人均消费的增长 能够给我们提高 每年十天的生命 十天相当于多少呢 刚刚说了抗疫 我们挽救了四百万的生命 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过去两年的抗疫 而且